今天和大家分享如何装灯、开关、插座以及基本的电工知识 上期和大家分享了如何修补墙面的坑、洞和大窟窿 没想到这么受欢迎,全网有上千万人为官 同时也收获了大量朋友的关注,实在倍感荣幸 看评论区特别多人想学习电路部分的内容 本来想追根墙面、俏皮怎么修复来着 那就这部分先延后,先把电工的基础知识讲了 我会用最简单、直接、容易听懂的语言 把核心的知识全分享给大家 教会你如何辨别灵活地线、装插座、开关和灯 另外在额外分享下我之前安装全无吸顶的那些经验 以及给岳父翻修线路时是如何布线的 常见的线路故障有哪些 知无不严、言无不尽 这期看完保证你收获满满 自己就能搞定家里绝大部分的电路内容 能量有点长,已经懂了的朋友可以从章节里面进行跳转 涉足电路的第一步就是选个给力的电笔 合适的电笔能让菜鸟直接升级为入门电工 常见的电笔基本是这三种 这种是最最最老款 拇指、食指触碰尾部 电笔再触碰火线 就会与你身体形成通路 里面的奶灯就会亮 虽然这个灯有点暗,看着不明显 但最早的电工都是用的这种 有至少30年以上历史了吧 现在买东西还都会送它 它后来的升级款是这个竖显的 把灯换成了数字和符号而已 能显示电压和测试通断 不过也不是特别好用 这两种电笔都有个非常大的缺点 不触碰裸露带电的铜线部分是测不到结果的 也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近几年出现了磁感应式电笔 因为电磁部分加码 通电就会有磁场 通过感应磁场强弱 就可以判断电流电压的大小 可以实现隔着线皮甚至悬空检测 在辅助声光报警提示 电压越大 风鸣越急促 颜色越红 所以这种新手用起来也非常简单直接 它也能测出实际电压和检测通断 辅助你判断问题 现在很多电工基本都用这种电笔了 电笔是检测用的 装线时还要会剥线皮 小时候这种多谷的多心软线 大人都是打火机烧一下掐掉的 现在电气功率大了 都换成这种单鼓硬线了 不好烧了 鼠手可以用剪刀钳子 轻轻压一圈 然后拔掉 不过这个力度要把握的非常好 不然容易损伤铜线 简单效率不伤线的方法 就是几块钱买一把拨线钳 它有对应线材直径的锅口 在锅口里即使用力压 也不会损伤到铜线 还刚好能切开线皮 或者也可以看一下 你用的钳子有没有复位弹簧 有弹簧的更好用一些 这样拧多了手不累 如果你钳子不带复位的话 那就可以选这种 有回弹助力 又有拨线功能的两用钳 这样拨线拧线 再它一把就好了 准备好了必要的工具 那就要说一下 最最重要的安全部分了 请大家一定一定注意下面几点 一不要带电作业 操作前先落闸 总闸分闸不知道落哪个 就全落下来 另外如果是公共区域 比如公司宿舍 有其他人在的话 还要挂上请勿合闸的提示 避免不知情的人给你推上去 二操作电路时 电笔就是你的手 所有金属电线手碰之前 先用电笔测一下 三能不用手碰铜线 就不要用手碰 多用钳子 钳子手柄有绝缘 会更安全 四裸露的铜线 都要缠上电弓胶带 不要让铜线暴露在外面 五一个人在家操作电路的话 担心安全可以把入户门虚掩 或者提前知会下亲朋好友 OK下面开始认识线材 家里最多会有三根线 避免颜色干扰 我剥掉线皮 用纯铜线给大家讲 电笔反应最强烈 会响会亮的 这个叫火线 一般红色 电压为220V 它接入的地方字母缩写为L 即Live 因为火线电笔会亮 你继承亮也行 这个线最危险 最电人的就是它 然后我们开始找零线 此感应电笔虽然有测零线功能 但地线和它相邻太近 非常容易受磁场干扰 二者的测量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根本分不出来 简单准确的方法是找个灯泡 和火线组合能亮的是零线 闪一下就灭 敲锣宝了 那就是地线 它的缩写字母是N 绝大多数是蓝色 也有黄色绿色和黑色 除了火线零线以外 那这第三个线就是地线 一般为黄绿双色 插座上用这种说号表示 地线和供电没关系 它主要是防漏电用的 它的另一头是连接 镀心钢管 脚铁 钢筋 扁铁等金属接地体 这些金属体会深差大地 0.6到1米左右 因为接的是金属 所以导电性非常好 电租也很低 有金属外壳的设备 万一线材破损 火线搭到外壳上面后 有漏宝就会第一时间跳闸 没有漏宝电流就可以 立即通过地线流入大地 人和地线的导电率 相比人的电阻相对大的很多 摸到就不会被电了 所以洗衣机冰箱 电脑热水 壶热水器这类设备 都是三头插头 最上面这个头就是接地的 它在设备里面 也是接在外壳的 相反 如果没有地线 或者地线接地效果不好 设备一旦漏电 就会电人马首 地线的效果好不好 只能用万用表测量 好的地线和零线之间 电压应为5V左右 越接近衣服越优秀 但地线零线 好多人线菜颜色乱用 很难辨认 不像火线电笔一碰就能知道 除了用刚才的灯泡式 检测法进行区分以外 什么都没有 还只有一支电笔的话 也有办法 先标记好火线 把闸道的零火线交换一下 再测剩余两根线 有反应呢 那个自然就是零线的 有专门的地线交代 把地线单独标记出来 这三根线就分出来了 最后记得再把闸道线换回去 这里一定一定要拧紧压实 知道线材颜色功能了 那是不是就可以接插座开关了呢 先别着急 还有跳闸没讲 火灵相接就是短路 会产生超大电流 形成过载 进而跳闸 甚至跳你们这一层的闸 一楼的总闸 短路会跳的这个闸 叫过载空气开关 简称空开 一般用在总闸 火线零线不能碰 火线和地线 零线和地线也不能相互碰 灵火线和地线接一起 等于是把电流流向了大地 这属于漏电 基本0.1秒内就会跳闸 跳的这个闸 叫空气开关漏电保护器 简称漏宝 不是漏宝它不会跳 漏宝和空开的外观区别 就是它旁边有 副位和检测的两个小按钮 内部会检测 灵火线的电流是否平衡 有漏电它就跳 漏宝通常作用在分闸 既能防止短路过载 也能防止漏电 直到了三根线 两两不能接触 所以就要保证 电路工作中 每个线都要缠上 电弓胶带进行绝缘 如果你看到三根线带电 这样减的大聪明 那离它远一点 别被大火球之数烧到了 再简单说一下线的功率 我们就可以开始实操了 电线的粗细对应着它的功率 常说的2.5平方 4平方是指线的横界面积 它和功率的对应关系如下图 一般照明用1.5平方 厨房4平方 插座2.5平方 空调因为功率大 所以单独一根线和单独的空开 下面开始实操 前面都认真看完的话 接插座就是最最最简单的事情了 哦对了 插座开关还分明装 安装两种 安装就是接好线 固定在预先的86盒里面 它的背面有凸起 接好后和墙面一样平 明装背面没凸起是平的 可以装在任意地方 扯过来线 墙上大四个眼 拧上就能用 但它是凸出墙面的 后期改装 新层插座 一般都是用的明装多一些 因为它不用在墙上挖洞了 剥掉1.5厘米 也就差不多一指宽的线皮 L接火线 N接零线 上面接D线 线插到底 拧紧压实 插座就接好 接好后也符合 左灵右火这个原则 左灵右火可以避免触电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右撇子 遇到男拔的插头时 大拇指有一定几率 会伸进去发力 如果左边这个是火线 摸到就会被电到 是零线就没事了 检测插座接的有没有问题 可以插吹风机或者灯泡室 能正常工作就没问题 灯和开关的接法就略复杂些了 大家要仔细听 虽然灯只需要零线火线就能亮 不需要地线 零火线也不分正反 不过你最好把火线接在中心 零线接在裸口 因为拧灯泡时 手极易碰到裸口 灯做老化破裂后 露出来的也是裸口 自然不能让它接火线上面 火线要接在面积最小 不容易触碰的顶点这里 这样才最安全 入户进来一根主零线一根主火线 零线分支出来接灯裸口这里 火线分支出来可不要接灯 要去接开关 接在开关的L位置 在额外裁根火线 一头接开关L1 另一头再接灯 这样灯需要的火线在开关这里 就被闭合和打开 从而实现灯的开关 如果你的灯关了之后 还会这样微亮 说明线接反 火线直接接在了灯上 开关控制的是零线 因为火线电压比较大 即使断开零线 它也会微亮 看到这里 你可能觉得 OK我都会了 我现在强的可怕 模型参长准备自己装细顶灯了 结果打开细顶灯 却发现里面没线头 只有这个东西 这个叫接线端子 属于快接头 因为线和线 不是这样简单拧在一起就行了 这样一拉就开 也容易需接 软线硬线都有不同的情况 和对应的电弓标准接法比较麻烦 这在等下也会讲 为了安全便捷快速和新手也能搞定 所以现在西顶灯大多都用的是接线端子 它里面有个波片 形状类似斜坡 很容易就能插进去 拔的时候波片就会卡住主线 从而实现固定 方式有点类似用指甲掐着 软线还好 因为有多鼓能夹紧一些 硬线太硬了 接触面就小了 也容易松动 西顶灯之类的小功率设备没问题 大功率插座和湿气大的厨卫 不建议用它 它只是施工块 不需要什么技术的快捷而已 白色这种功率最低最便宜 功率再高些的接线端子长这样 它卡的能略牢一些 不过整体来说 低价位的接线端子的牢固度和防水性 肯定不如密绕 密绕就是手工接线缠交代 不过也不绝对 几十一个的这种 横结面积就很大 也很牢固 不过它贵 接几个的费用 你都够请师傅上来给你密绕了 但接线端子也不是一无是处 除了更适应新手接线速度更快以外 它最大的作用是可以应用在狭小处 线又特别短的情况 当线的长度和环境 徒手绕线都搞不了时 用接线端子就极为合适了 简单一插就续接和延长了 再多说几句吸顶灯安装的注意事项 打孔时仔细看一下线盒里电线的走向 要躲开电线才行 底座也不一定非要安全卡在线盒正中央 歪着装但装好灯后能折住线盒也没问题的 然后是常用的徒手接线连接方法 线不够长时要单鼓对接 两根线拨出三指宽的长度 X交叉 麻花状线绕几下 再把线头扳垂直 两头各绕五圈左右就接好了 从一个插座开关灯扩展一个新的插座开关灯 一般用梯形接法 主线中间剥开一截线皮 分线像这样绕个五六圈再拧紧 缠上电弓胶带 这样就能分出来一个新线了 然后是多鼓并头 也就是并线的接法 说并线得先说一下为什么并线 也就是布线 也就是你房间的灯的线是怎么走向的 假设这是一个房间 要装基本的灯开关和插座 那要提前规划好各个设备的安装位置 再量好从入线口到设备的线材长度 这个长度一般都留长些 裁出来需要的线 如果还要继续往下个房间走开 还要留下个房间的鱼线 然后把相同颜色的线拧一起就行了 这就是多鼓并头 这个接法不复杂 就拧麻花这样拧就行 最后在一半处弯折一下 压一下就好了 规范操作里其实还应该挂锡 增加导电率和防止氧化 但绝大部分家里都没这条件 其实上面徒手接线都太费手太慢了 新手大部分也都接的不咋地 女生更是没那么大力气去压线 有手电段的话所以更推荐你用绕线器 它能接的又快又好又省力 常见的绕线器有两种 这个是需要拨线的 把要绕的线扳一边 其他线插进去 一下就能绕好 这效果媲美十几年老电功能 这个是免拨线板 一根线插中间 其他线插旁边 钳子加紧 匀速拧 就会顺带自动拨线和拧线 拨完后把中间的线抽出来 弯折再缠交代就好了 有了绕线器 前面这种梯形揭法其实就可以更效率些 直接拦腰咔嚓剪断 三个绕一起就好了 两根线单鼓对接也可以用一样的操作 又快又好 不过免拨线这种 线多了对手电钻的扭力要求有点大 也有一定几率拧断或者剥不掉线皮 需要多练习练习 裁线的时候也可以多留点余线 拨线这种成功率相对高一些 就是会多个拨线步骤 不过有拨线钱的话其实也不慢 看了这么久大家都看累了吧 别着急还剩最后一点 通电的电线不能这样裸露着 要对齐物理保护 阻燃防晒和抗氧化 旧房改造农村自建房 室内线路分之多的话 可以用明线线槽 固定线槽就要看墙面的材质了 灰层厚的可以直接拧自宫螺丝 灰层太薄就不行了 那就得钉钉子或者电锤钻孔塞小黄鱼了 新房墙里面和户外都是用PVC线管 转弯处可以用转接 或者用绕线器弯成大弯 弯大弯是为了好走线换线 但是屋顶走线不能开深槽 因为地板太薄 有可能打到楼上的地暖 可以用这种软的黄蜡管 短距离不想开槽也可以用它 它和PVC线管一样是抗氧化 阻燃和防刮破的作用 特别特别短的距离也可以什么都不用 像我之前做的这个几百万人围观的折叠楼梯 收起时它就挡住了开关 换位置就是装了个名装 直接抹石膏盖了下而已 OK至此电弓相关的最核心 最有用的内容 基本和大家交代完了 都是精华部分 内容密度也有点大 新手可以多看几遍慢慢消化 不是我自夸 上面这些内容换其他人 估计能给你啰嗦出来十几期 这些都理解掌握后 结合前面几期打孔钻墙的内容 给自己家或者爸妈家 换个松动的开关 翻修旧电路换个更亮的灯 把开关换到更顺手的位置 扩展个插座之类的 都不在话下了 而且有感应式电米 遇到问题多动动脑筋 基本都能自己搞定 像我之前翻修电路时 就遇到过一次灯不亮 先查火线 火线没问题 那肯定就是零线接头有问题 拆开一看 果然是因为拨线前没拨干净线皮导致的 除了接头松脱线材破损一类问题以外 常见的线路问题大多都是虚接 虚接就是接头没压好松动了 这种电线四碰又不碰时电流十大十小非常不稳 通常也会伴随滋滋的响声 急易打火花出问题 所以压线时每个螺丝都一定一定要拧紧 来个免责声明 不是专业电工 以上内容都是自己实操后的经验 以及看书查资料的总结 仅供参考 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神在弹幕评论期指正 大家共同进步 我后面还有修复前面俏皮 电动工具怎么选怎么用 如何自己做橱柜衣柜水坝台 等好多东西想分享 内容能帮助到大家 能省钱又能自己解决问题 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后面我要赶紧加快速度更新了 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